来关心首批AZ疫苗在17号完成了封间检验 今天一早陆续开始配送到全台的57家医院 统计目前的配送据点 新北市包括了亚东 双核等一共4家医院 而北市则有台大 长庚 振兴跟星光等9家 不过整个配送过程相当的神秘 在今天一早才通知医院 结果早上就送达 让不少医院有些措手不及 还好院方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预计下个礼拜就会开始分批开打 绿色保冷箱一路互送到B1注射室 里头装着首批抵台的部分AZ疫苗 新光医院的工作人员仔细盘点检查 疫苗完成封间检验后 可以做事秘密运送 19号一早才通知医院 结果上午就送到 整个配送过程超低调 那个一二批的话有可能是800剂 但是要等一下才知道 一线的话当初匡列是800多 然后二线的是好几千人 所以我们预计施打的会在五六百人 12属秘密行事 幸好院方都已经提早规划 上市新光医院的部分 预计在下周三开始分批施打 特别设计了这个一条龙的一个流程 从这个确认身份 然后确认施打资格 到医师的看诊 然后开立这些医嘱 然后到注射室施打 施打完我们还有休息区 不是每天施打 把这个施打时间割开来 分批的来施打 另一家灵口长庚也是措手不及 临时通知结果一早七点多就送到 总共1500剂紧急冰存 首批AZ疫苗陆续配送到全台57家医院 这57个据点除了提供自家医护施打 也提供邻近的医院人员接种 预计都使下周开始施打 记者送报道